出了两架一次间遥遥的黄皮鸡近日,据卫星照片显示,在沈菲德制造厂外的停机棚上,出现了两架外星故事苏27的黄皮试验机。 从照片分析来看,明显是两架单座机,并且雷达罩较小,不像是歼11D,更像是歼11D。 虽然歼11D一直被流产项目下马,但是从目前来看,歼11D项目仍然在继续,并且即将小批量交付不对续用,图为歼11D早期是非图。 歼11D是歼11B基础上进一步改进的型号,与歼16一样采用了有人向控阵雷达,数字化飞孔,新型电子对抗系统,孔中加油揉制,综合战斗力达到了四代半战机的水平。 在引进苏35前,歼11D与歼16是沈飞的两个重点项目,但是歼16项目一般风顺,而歼11D是磕磕绊绊,军方甚至直接引进苏35代气。 图为中国空军装备的苏35战机与苏35相比,兼11D装备的大尺寸有源向控阵雷达,AESA甚至强于苏35的MEMBO5雪豹亦无源向控阵雷达。 两者的电子对抗系统也难分伯仲,所使用的空空导弹性能也各有迁究,但是在机动性上面,兼11D的劣势就比较明显了。 首先是苏35所使用的数字化飞控系统更先进,虽然歼11D也可能像歼16那样采用了数字化飞控,但是相比吃透了苏27设计的苏霍一设计局,沈飞的数字化飞控故障率可能会更高。 图类苏35的实量发动机而苏35的实量发动机和将实量控制技术整合到飞控火控系统中的飞火推移体化技术,尖11D上处于空派。 这就意味着尖11D在远距离,面对苏35时可能不落下风,但是一旦进入近距离格斗,恐怕就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了。 图位尖11D与尖16原型机在高原级场测试虽然尖16同样没有矢量推力技术,但是尖16的定位是属30MKK那样的多用途战机与敌方战机格斗空战,并不是首要任务,航程员,火力强,有不错的空战自卫能力的尖16符合空军的要求。 而尖11D作为一款用来替代尖11A尖11D的制空战机,机动性相比前两款没有明显提高,自然不会得到空军的青睐,但是从空军进采购了24架苏35来看,尖11D还是有机会的,吸收苏35的技术优势转下到尖11D上。 这样的舰11D一旦服役,将成为中国空军的中间力量,作者,火炎燕翼。 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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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